如果没有他 中国历史都将会被改写 这是叶帅罕尽的一次发明 竟然是为了保护 昔日的国民党少将莫雄 就连毛主席也说 不管他犯了什么错都要释放 这次广州民众 既愤怒又不及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由 让我党最高领导人和统帅 不顾民众意见 无条件维护他们 这一期来要从长征说起 莫雄曾经不顾自身安危 将蒋介石对红军的 第五次围剿计划和盘突出 而且在他调任贵州毕杰 任剿共保安司令的时候 从多次秘密保护红军 以及游击队及时转移 对外声称围堵红军 实则让出毕杰城 让几万的红军在毕杰城内 休整半个月 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 以守称不利和通贡罪名关押 后来多位好友联名保释 才斩短逃出 莫雄逃出后虽然不再被重用 但是他仍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 解救共产党员 1938年 莫雄调任广东南雄县现场 发现县政府孔庙附近 关押了仅700名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莫雄顶着被杀头的压力 在三天后将其全部释投 而且莫雄在解放战争时期 多次将大量的弹药和食物 秘密输送到游击区 这些自然都被有些人报告给了蒋介石 战败前夕 国民党疯狂的绞杀我党人士 莫雄也在名单中 得到消息的莫雄潜逃到了香港 后来叶锦英南下收复广东的时候 毛主席特别嘱咐 如果找到莫雄 一定要对他妥善安置 回到广州后 莫雄被委认为广东省参事室副主席 可在1951年清算的时候 由于民众不了解莫雄战士的特殊身份和卓越贡献 所以才误把莫雄作为敌人抓不上他 幸好在执行枪决之前 叶帅紧急组 这才让其身份真一想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的精彩故事 点击图像即可观看 кос叶帅分市集团 kas叶